中东局势变动 美军率56国联军压境 在伊朗请求之下 中俄海军是否会赶赴波斯湾 面对以美为首的世界联军 近日 据媒体报道 中东局势再次开始恶化 美国纠集56国联军 开始在中东海域集结 准备举行全世界规模最大的 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而这次美国的头号目标就是伊朗 对此有专家表示 中东的局面或许将开始走下失控 各种各样的冲突随时可能爆发 这次代号为IMX2019的演习 规模之庞大 范围之广阔 可以说是史上之最 在这一次演习的科目中 美国应该会重点演练 导弹射击 反快艇 反水雷 以及反潜作战等一系列的项目 因为这些都是伊朗军队擅长的战术 当然 从这些项目当中也可以轻易地看出 美军的这次演习 更主要的是针对伊朗的海军 和暗防部队 而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伊朗是抵挡不住 来势汹汹的美军的 所以有自知知名的伊朗人 开始向中国和俄罗斯求援 据媒体报道 伊朗准备邀请中俄两国的海军 来自家门口进行一场联合演习 以正面回应 美军的军事实验 届时我们或将能看到 美军与56国海军 在波斯湾上 与中俄海军对峙的盛况 世界前三的海军部队齐聚中东 一场惊天大战可能就此爆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面对伊朗的邀请 中俄军方目前都未有正式回应 可能也是担心 中美俄海军 在峡展的霍尔姆斯海峡上碰面时 会发生什么 让局势更加混乱的事情吧 但无论怎么说 美军和其他56国 一起展开的IMX2019演习 或将会成为 中东新一轮紧张态势的导火线 由于在这次演习当中 美军已经获得了大量国家的支持 这意味着不久之后 万一美一两国之间 再次爆发出激烈的冲突 美国将不会受到 国际舆论的过多制约 或许新一轮海湾战争 距离打响已经不远了